Yay! 我在新元参加了他们的作品的展出 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协助之下 独立地完成每样的作品 而且当大家来参观的时候 他们都很仔细的 而且详细热情地介绍他们的作品 我希望他们在台中的展出 我也能够参加 最喜欢拿一个海人生物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那个寄居蟹是最特别的 因为看他的可以用霸击很幼的脚可以站起来 而且是小朋友住的 这个我觉得不简单 然后希望可以介绍什么生物 我觉得海人生海的生物介绍的还不够 如果可以再介绍多一点海人的 深海的生物会比较更好 最喜欢拿一个简区 我觉得每个简区都不错 而且有一个比较小朋友互动的那个皮影戏 皮影戏 那个也蛮好玩 有什么跟水主馆的员工说的话 我觉得小朋友基本上都做得很好 而且我看到他们很努力 然后我觉得小朋友能做到这个水主馆的展 基本上已经非常棒了 所以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做更多的海人生物 甚至是不及海人的生物 比如说非洲的生物 或者天空的生物 这一集的话可能会更棒 大家好 我是鼠君老师 鼠君老师看完了 蔡浩强世王的无生命水族馆介绍 我觉得你们都很棒 然后也期待你们下次 除了介绍无生命水族馆里面的生物之外 也可以找植物类去介绍 例如说水草啊 水母啊等 那君君老师最喜欢的区域呢 是生物模型跟海洋游戏 可以透过环保的素材 去制作出无生命的模型 我觉得很厉害 也可以透过游戏滚珠 去了解到海洋的重要性 你们真的很棒哦 期待你们下一次的作品 要继续加油哦 加油宝贝们 加油宝贝们 很开心这一次看到了我们 无洲四队的孩子们和老师 一起呢完成了一个很棒的 一个生命教育的体验 无生命水族馆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历程是 让我们是很感动的 这个感动来自于老师 以及孩子们的努力 还有很重要是看到家长们的用心 在这个低年级这些孩子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如何带领他们去认识 所谓的生命教育 这阵子我也在很喜欢看那个 YouTube的影片哦 看到这个 银贝 这个 大金刚 他呢 在动物园里面 那是被困住的 那看到 这个 身为 爸爸 银贝星这个大金刚 他 就是一个爸爸 然后呢 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 只能跟他的这个小 他的小儿子 他一个儿子 然后还有妻子 三个人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 其实 你就可以从他脸上感到 他其实是一个 蛮不开心 然后 这个 可能呆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只是他不能够用言语去形容 那 相对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 在深山里面的 一群这个 新兴的家族 看到他们却是很开心的 能够在 这个山林里面 自由的行走 那 反观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个 无生命水族馆 老师所要带领孩子们 去认识的就是 我们喜爱这些动物 我们想要认识这些动物 一定得要从这个水族馆里 或者是 这个 像我们很大型的 像在南台湾的 这个 海科馆 或者是 这个 在北台湾的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大型的水族馆里面 去了解吗 那这些生物真的开心吗 那 凡是生命 凡是这个生物 它们都是有生命的 我想生命教育绝对不仅止于动物 还包括植物也是一样 它们都是有生命的 那如何去爱惜 如何去珍视它们 这个真的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呢 老师带着他们一起走过 这个有关于认识生命教育这样的历程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那 看到你们在准备这个整个最后的一个成果展 还有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了幼稚园还去分享给这些弟弟妹妹们看 真的是往下去扎根 往下去带入这个你们想要给我们所有的比你们更年 更小更年轻的这个弟弟妹们想要带给他们的一些教育 那爸爸妈妈我也可以看得到 你们是如何的去跟孩子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努力 大家一起呢为了这个整个成果展 来去去做规划然后去完成 我也透过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无生命水族馆 也做了一些认知上 例如说孩子们写了一个奇极鱼 自己也觉得奇极鱼到底是什么鱼 所以透过无生命水族馆我们去认识了这个海底生物 那原来奇极鱼它也是生活在500公尺海底下的一个会发光的鱼类 那后来我又这个去查了 哦原来这些会发光的鱼类 包括像灯笼鱼这些 原来它们身上是有一种灵的物质 那透过灵氧化它就会发光 这些东西呢也是因为你们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无生命水族馆 然后引发我想要去求知 那我相信呢透过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无生命水族馆的一个情境的分享呢 也会引领的不是只有生命教育而已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想弟弟妹妹们或者是爸爸妈妈们更多的好朋友 他们也会去想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探求 值得我们去了解更多的知识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历程 呃鼓励你们哦 好 无生命水族馆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水族馆 从一进门开始 道具教计跟所做的作品 孩子们的目光哇整个心都被设置了 真的是太棒了 活动在进行时老师就是一个旁观者 观察者也是一个学习者 原本还担心孩子们不受控 我们有惊喜到孩子们主动进入情境中自主学习 看到所做的作品时很好奇的会去观察 还有两个两个一起讨论跟研究 是一个很棒的生命教育 很幸运我们有这个机会学习 希望无生命水族馆能够从社区推广 让更多的人认识是顽强的无生命水族馆 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惜地球 海洋是很重要的资源 大家一起来爱他 一起来疼惜我们这个大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湾热林建筑发展协会的执行长姓恒 这一次呢在2022年新春之际 我们很高兴的也很期待的 跟着这个卢州市超玩这五位小朋友 一起在我们的和勤健康共生宅乌日馆 举办了一个就是他们的无生命水族馆的一个展览 以及他们的一个创作品的一个发表 那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发表 其实我们也显得非常的一个开心 因为能够看到这五位小朋友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小年纪的情况之下 有这样的一个很非常丰富 跟非常的寄居生动的一个创造力 让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服务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 具备了很多的一些色彩的一些呈现 那无生命水族馆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藉由这样的一个讯息得知之后 我们也对这一群五个小孩的一个就是所谓创作品 有很高度的一个期待 因为从这个无生命水族馆的一个创作的源起 到它的呈现 到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以及影像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哇!怎么会孩子们的心里面 或者是在他们的想象当中 有这么样的一个丰富 以及这样的一个丰沛的一个色彩 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如此奇妙的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 呃... 意想不到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无生命水族馆 无生命水族馆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其实在他们我们在布展的过程当中 把每一个作品一一的放在我们的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看见了他们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 也好到创作也好到色彩到线条到形状 如何的去架构出他们心里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海洋世界的一个想象程度 以及对于这样的一个海洋世界 他们是不是有高度性的去思考到 海洋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地球的母亲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除了海洋生物之外 也对于这样的一个环保议题 以及对于水资源的一个爱护 呈现了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的一个想象 以及他们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关注 那这五位小朋友呢 是来自于台北市的一个卢州 他们从亚德塞斯这样的一个共学团的一个模式当中 藉由老师带着他们用一个海洋的主题 来形作出这样的一个无生命的水族馆 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年纪里面 看到海洋的世界有多么样的一个丰沛的一些生物 以及就是从海洋当中寻求到不同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向路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海洋 它的确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以及在我们的地球上面 是一个非常珍贵 而且是非常珍惜的一个地域性 以及它的一个空间性 所以在这一次的无生命水族馆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作品 让这些孩子们在呈现的一个就是视觉里面 或者是他们的视角里面 其实真的有很多非常珍贵 以及宝贵的他们的一个经验值所在 那无生命水族馆的巡徽展 我们会从1月7号到2月28号 在我们的和情健康共生宅的无日馆 这边做出展出 那这个展出地点它非常的醒目 就在我们的一个就是一楼的一个开放性的展厅当中 那这个展览它会呈现给我们的社区之外 也会让我们这边来到共生宅的一些访客 能够多一点的去了解 从孩子们的一个创意当中 以及他们的想象当中 到底对这个地球 对这片海洋有什么样的想象 那展示品当中 除了一些比较具象性的海洋生物之外 他们也透过了一些回收纸 还有就是皮影系的方式 以及就是影音播放的方式 让这个展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静态式的作品呈现 还包含有很多动态式的体验式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你们在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 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些呈现方法 以及能够更亲临感受的去了解到 孩子们在创作过程当中 它是如何去想象以及发想 他们对于海洋世界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发想性 以及他们的想象性 我看这五位孩子 请他们的老师与家长 共同参与生命水族馆 制作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值得赞赏 从教育的角度看 无论从问题的发现 或主题的设定 到规划执行展览推广等等 都充满创新与整合的学习精神与方法 创新跟整合的培养 对孩子未来 无论从事任何行业 都是不可或缺的修炼 孩子们因合作完成这个作品 因而吸收了包含科学 人文艺术 及哲学等层面的知识 这对培养他们成为一位见钱人格 有思考力及有解决问题的人 是有助益的 非常荣幸淡水创世人家庭博物馆 能成为我们生命水族馆 作品的典长地 我相信 这些把握 对博物馆及参与者 都有生机价值 谢谢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